北高巨蛋 您的朋友這麼多 五湖四海 兩岸三地 您有沒有心中最渴望邀請到 北高巨蛋少年下課的對象 我心中最渴望的 我好幾年前 我在小巨蛋辦的時候 就已經有個想法 誰 我希望能夠找到陳淑華 那個我們會掉淚欸 陳淑華如果來的話我們會哭欸 上次很誠意邀請他的時候 然後呢 後來他答應來看 不重要了這個先不要提 重要你給我講一半什麼意思 我們正準備聽你講故事 你可以不要自溫自大嗎 我就一直在期待 講完哥 我是他的鐵粉你快點 上次然後他到底有沒有來啦 我在期待我光是在後台 跟他打個招呼我人生都夠了 對 透過很好的朋友 透過很深的誠意 不是 不是 其實我要告訴他 我必須要傳達到這個 我剛提到他名字的時候 大家的反應這一點 會不會變成是造成他的壓力 不知道 我會把一些中間該要講的一些大題目 把它準備好 那可能現場會發生什麼事 看到誰我認識的還是怎麼樣 隨時就會可能有一些 直接的反應一定有的 因為俠客的部分 不只我自己曾經唱過的作品 有一些其實在整個90年代 很多都是很紅很紅 很流行的武俠劇的主題曲 只是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很合適 第一個我自己應該不太 根本就不跳舞 所以如果在俠客的部分的時候 可以把華麗的部分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不只是我自己個人曾經唱過 寫過的武俠劇 還是90年代曾經有影響力的 大家有反應的一些武俠劇 我都要去學 是很 工程還蠻大的 可是很好的挑戰 一定應該會超時吧 就罰點錢吧 超時順著走吧 順著走 回到後半段的少年的部分 就真的是很多跟大家大合唱 如果他真的是快樂的話 還叫別趕我們走 這個罰款也可以打個折吧 通心達理一點嘛